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Dev Learning分享会 我们在GitHub上维护了一套开源的Dev开发教程 运进去给初级的开发者一个可以执行的最简区块链DevCC路径 给进阶的开发者一个可以交流和协作的平台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点赞收藏订阅转发 每周都会有精彩的分享视频 今天邀请到的是Arc大佬 给我们带来一个系列教程 是AA的一个系列一 刘生解析和原码导读 下面有请Arc 大家首先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4337系列的 大概两到三期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我们从第一期这一次分享 我们会聚焦在4337协议的从工程角度去分析 它有哪些组件 然后它是怎么运行的 然后在然后后面两期会去介绍一个动手实操 就比如说你怎么去写一个合约 然后怎么接入到这个 怎么启动包括这个4337的调试环境 然后包括怎么接入Paymaster等等 内容不会很复杂 然后反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说做一个 就是就某一个专题做一个系列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OK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先开始 然后这个AA4337和这个User Operation 这两个概念 大家应该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很明白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社区都做过这样的分享 就是什么是AA那其实我不会在这里说特别多的东西 那可以非常简单的解释 就是一个AA账户 什么叫AA账户 一个AA账户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多签钱包 然后它是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它就是它很像多签钱包 它不是多签钱包 它是很像一个多签钱包 然后这个多签钱包呢 它会被接入到一个AA的一套一套体系里面去 然后AA这套体系里呢 像从这个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能力呢 去给你把支付GAS的这些这些逻辑 都给你提供一套标准化的处理流程 包括你的验证 然后包括你的GAS的处理等等 其实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去看一下 Genosis Safe这个多签钱包 那个应该很多开发过合约的朋友都都看过 那里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把这个Genosis Safe里的一些东西给抽象出来 然后同时再把一些像你们的GAS处理的 这样一些逻辑给提取到一个通用的框架里面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这么简单粗暴来理解这个4337 然后这个优势劣势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很多地方都有写 但是这个劣势呢 其实劣势我就多说两句 其实一个就是这玩意儿有点复杂 第二个就是它很贵 就你发一个交易 因为它里面就是处理逻辑很多 所以它的它很贵 大概现在目测下来最少要42K的GAS 那比那个EOA 那个发一笔交易2万1 那那个要贵了一倍 我怎么OK 那要理解这个EIP4337的话 可能要有些预备的知识 这些预备的知识 其实很多东西大家都懂 但是建议大家如果想深入了解 还是要再稍微看一下 回顾一下 就是比如说这个EOA 什么叫EOA和合约账户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都能其实就是一个都是 他们都是地址 然后都能够承载资金 然后都能发交易 就那个合约可以通过那个call 来发交易 然后交易的执行原理 那这个大家也应该很熟悉了 就比如说一个EOA构建一个交易 然后这个交易结构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什么NANCE 这些NANCE call data 2 那这个信息 这些内容大家都必须得了解 然后把这个交易怎么处理的 然后发到内存池里 然后打包 然后去EVM里执行 那这套流程都是以太坊的基本知识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包括像Ethers里面的 一些SDK的东西 包括什么叫ABI 什么叫Provider 什么叫Ziner 那各种各样的常用的RPC 这个大家也都要了解 然后最后 然后就是那个GAS 特别是这个159 那这个GAS怎么计算的 这个GAS price是怎么算的 那这个我这里也不多解释了 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协议 然后包括一些交易的常用的开销 就比如说2028里面 那个一个交易21000 然后一个call data 这个16 一个非零字节 占16个GAS 零字节占4个GAS 这些都是基本知识 还有一个create2 这个create2这个字节码 然后它这个 包括它是怎么预测 怎么提前计算出 它是怎么计算出 这个部署的合约地址的 那这个 我就把它列举在这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今天希望就是尽量 50分钟解决战斗 那我现在这里先 我直接画了一张图 从一个宏观上的视角 来看这个4337这个协议 那首先这左边是一个账户 这个不管它是什么账户 它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普通的账户 也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一个合约账户 这个无所谓 那它 然后这个右下角 这个东西呢 我画圈的这一块 是一个AA账户 那这个AA账户 它其实是一个合约 那么一个普通 一个外部的一个地址 不是外部地址 一个普通的一个以太坊地址 它是怎么去跟AA账户 进行互动呢 那首先这个AA账户 是一个合约 它上面有些接口 一些函数 我可以直接去调 我可以用常规的方式 去调用它 然后呢 另一种方式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EIP4337协议本身 这套方架去调用它 那么我这里面呢 会去向它发送一个 AA专有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然后这里面 等一下 啥意思 啥意思 等一下 稍等一下 然后那这里面呢 AA的框架会把用户的 这个调用请求呢 转换成一个叫做 user operation 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 传送到这个AA的 这个账户里面去 AA这个 然后AA它会去 去验证 这个user operation 然后去执行这个user operation 然后 然后呢 这个AA呢 然后它也可以去 去向其他的账户发起交易 这个交易是一个 比如说你可以去通过 call这个字节码 去调用其他的这个账户 合约 你也可以去给其他的 任何一个地址 通过transfer 然后去转账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那么我们再来拆细节看 我们从一个 另外我们从一个静态的角 视角来看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AA这个系统里 又包括什么东西啊 首先从这个偏工程化的角度来讲啊 首先我们的应用程序 一个DAPP啊 那它其实会通过一个叫做 就EIP4337的SDK 然后会 它会把这个 这个东西去跟一个叫做 Bundler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一个这是一个服务器 然后跟它进行交互 然后 然后这个Bundler呢 会把会把这个 这个请求转换成一个叫做 user operation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user operation 发到这个entrain point 这是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这个entrain point 的智能合约呢 啊 他可能 然后他会去再去调用这个AA的这个账户 好 那我们来再细节再往细了看 那这个SDK承担的什么职责啊 那其实对于这个应用程序来讲 对于开发者或者调用者 他写一段程序啊 那他比如他通过他想调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函数 一个合约函数 然后呢 ethers首先会把它转换成一笔交易 一个以标准的以太坊交易 那这个SDK里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交易 转换成user operation 转换成user operation这个对象 然后推送到这个bundler里面去 然后这个bundler里面承担了职责 第一个要去验证这个user operation 验证通过之后呢 他会去把这个打包到他的内存池里面去 放到他的内存池里面去 然后呢 一到实际成熟 他会把这个user operation 然后推送到这个entry point上 然后这个entry point拿到这个user operation 会去怎么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那首先如果说这个账户不存在 那这个AA账户 这个AA账户现在还不存在 那他就会去借助这个账户的工厂 去先把这个合约部署部署起来 然后呢 他会去AA账户里面的一个专有的方法 去验证这个user operation的签名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这里面你可以去做 尝试做一些多签了 多签验证了等等 第三个 就是他这里面会去做一些 gas费的处理 就因为我们执行的这个 user operation里去定义了这个gas的价格 还有gas的这个数目 所以他要去把gas的这个 做扣费 扣费的这样处理 然后最后呢 他会去执行这个user operation 这个user operation里 其实是标记里 他里面有个字段叫code data 那就表示表达了 你要执行AA账户的哪个函数 还有他的参数是什么 他于是就会去执行这个东西 然后在最后一步呢 会去返还这个gas费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很粗略的角度 去看一整套这样的一个 一个AA的请求是 他是怎么执行的 我们接下来会逐步把它拆开 然后这样大家对他理解会更加清晰 那首先呢 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就是有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user operation 这个数据结构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掌握的 最好能够就是能够都能背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账户 这个init data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可以看到这个这几个字段 像这个sender 那这个就表示你要调 就是你的那个 你要调用哪一个合约 也就是说哪一个AE账户 然后这个nons呢 是用来一个自增的字段 用来防重放 一个call data呢 就是表示你要调用这个AE合约的 哪个函数 还有哪个还对应的参数 其实他就是用call data 这个大家应该都理解 那么这三个字段就构成了 你对这个AE合约的调用的信息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是guess信息 这五个字段是guess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三大块 拆成两段 就是我上面这一二三 这个三个东西决定的是guess的数目的信息 这个pre-verificationguess呢 是有一些那个 就是你发一个user operation的 就是一个固有的开销 这就好比说什么呢 EOA 比如说EOA发起一个交易 需要这个21000的guess 那么他这里面呢 是一个用户自己填的这样的一个guess的数目 就是不管你这个user operation逻辑是什么 他都是这个数目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一个验证的guess limit 什么叫验证 那就是前面我提到就是user operation 其实user operation 他的执行的过程中 其实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验证 比如说我验证这个里面的签名对不对 然后另一个就是验证那个 然后验证之后呢 我会去执行这个call data 那他其实就是两个阶段 那么验证阶段 我的有一个guess的上限 执行阶段也有一个guess的上限 那这三者就共同构成了 你最多消耗的这个guess的数目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字段就是解决了 决定了就每单位的这个guess的价格 那这个其实和eip159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这个paymaster 那这个是用于做一些就是代付guess 这个我们先不讲 然后就是这个signature 这里面是签名 这里面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这个签名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这是就是整个user operation的结构 它其实就是这么几个信息 一个管初始化的 一个是管合约调用的 一个是管guess的数目的 一个是管guess的价格 一个是管这个就是后面一些签名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paymaster这样的东西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对以太坊交易结构非常熟悉的话 其实你看这个东西也会很 就是也是很好理解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不废话 讲一讲一个第一件事情 就是AA合约它是怎么创建的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是用户可以去自己手动部署一个AA账户 或者你部署一个合约 都可以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使用AA的自带的 初始化的机制 那这个初始化它机制 其实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前面的user operation里面 它有一个字段叫init data 那它这里面init data 那这个init data 那它是用于创建这个AA的合约 那它这个init data 它是由两部分构成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工厂 一个工厂合约的地址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你要调用的 那个工厂的这个函数的参数 那个工厂函数的code data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 那么在我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user operation里 携带了这个init data这个字段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合约 就是这个 比如说bundler去调用那个entry point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就会去去部署 取出这个init code的这个里面的东西 然后去执行 去部署这个AA的地址 去部署这个AA的合约 那么它这里面呢 init code的这个结构也都说了 其实就是一个工厂 二是自己也是工厂地址 然后剩下来就是工厂那个code data 然后你这里面也可以使用一些 就是像eip2470 它有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 就用create tool去做那个创建的 这样的一个工厂 那这里其实会 后面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后面下次 还会给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来讲解怎么去用这玩意去部署 然后 然后这里面呢 它是 这里面可能就会遇到 就是大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时候还没有部署 AA的这个合约 那我怎么去填我user operation里的 这个sender这个字段 我这个字段 我这个合约部署都没有部署 我这个sender字段怎么填 那可能 那第一种最直观的方法 就是 我们 这个A账户的部署呢 我们都采用create tool这个方式 create tool这个字节码 它可以在 它部署出来的这个合约呢 是根据特定的算法来生成的 那也就是我后面说的这个算法 你要把工厂 只要你工厂地址和你自己确定一个sort 确定了 还有这个sender的这个代码 就是你这个AA账户的 本身的代码的哈希值 这个东西确定了 那你的合约本身的地址 部署之后的地址 就已经被确定了 然后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AA账户 还没有部署的时候 你预先把这个地址 sender地址给计算出来 填到这个user operation里的sender字段中 另一种方式呢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create tool 因为那个entry point 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函数 他这个一个辅助函数 他这个函数里面呢 他会接收你的init code作为参数 然后他会去直接去部署你的这个 把你的合约部署 部署出来 然后部署出来之后呢 他要 他会把你的这个 部署出来的合约地址呢 放到一个自定义错误里 就再把它revert出来 然后这样呢 链下就得到了这个 就是他的部署地址 这是一个一个辅助函数 那另一个可能跟这个AA自带的这个账户部署的机制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后面我们看到这个gas费 因为你AA刚部署 如果你光创建的话 我是怎么去给你支付gas呢 那这个是后面我们都会通过paymaster 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解决 OK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代码 那这个是在entrypoint这个类中 这个合约之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部署 是借助了一个sender creator这么一个合约 这个是一个辅助合约 然后他在这里面呢 会去创建 去部署你的合约 就是当然了 必须前提是你的init code的 长度不为零 然后他部署好之后呢 他会返回一个合约地址 他会要求去检验你的合约地址 和你user operation中 填写的那个地址 那个sender字段是不是一致 不一致他就会reverse掉 那么具体他这个credit sender 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先去把这个init code前二十字节取出来 然后呢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的工厂 然后呢 你的再把你init code后面的 这二十字节开外的东西 都拷贝出来 然后作为call data 然后他会去向这个init address 也就是这个工厂地址 去发起这个call的这个这个调用 然后把你的call data 然后给给塞进这个call的参数里面去 啊 那其实这个其实是很直观的一个东西 ok 那这个问题我们也都谈到过了 那么因为我们合约这个时候还没有部署 那我他的sender字段 我怎么去提前去填写呢 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可以用create2的这个规则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用这个entry point这个函数 他有一个get sender address 他会去先去尝试做一次部署 部署之后呢 然后他会把这个部署成功的这个这个合约地址 然后放到这个这个一个自定义错误 然后再去revert出来 那这样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创建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在下一次的demo中呢 我们会提供就是我们会去 我们会去就是用实际的代码去演示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先解决完A账户的这个部署之后呢 那接下来他还是我们要解决他的充值 什么叫充值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跑这个A账户的话 那他是要烧钱的 那这个gas费是要付给这个就是bundler的 那所以这个A账户需要提前储备一些那个资金啊 用来支付这个gas费 那在此之前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简单说一下A里面的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 那么我们知道entry point的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bundler拿到这个user operation之后 他这个bundler本身会去调用这个entry point的合约 那也就是说那么你执行A的不管是验证 还是执行他的这个A合约的这个里面的逻辑 那他这个gas费本身呢 其实都是会打都是由这个bundler来来 是由bundler来这个支付的 那bundler不能做这个冤纳头啊对吧 那所以呢那他在这里面呢 就是他里面就是A的这个A账户呢 这个entry point他会他其实会去统计出来你实际执行的这个gas费 然后呢这个gas费呢 然后他会呃然后乘以那个gas价格 然后他这里这笔钱会去补偿给这个bundler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的闭环 那么这个gas费怎么付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个A账户呢 他其实是这个entry point的函数这个合约本身呢 他你可以去往里面去去给他质押这个质押这个以太币 那么然后我们待会我们会直接过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其实很简单 然后他这个entry point的函数叫deposit2 任何一个账户都可以调用这个deposit2这个函数 然后当然这个deposit2这个函数是payable的 所以你就要任何这个地址可以去携带那个以太币 然后去调用这个deposit2 然后给你希望充值的这个A账户去充值 比如你给他充一个以太币 那他这个sender这个A账户 他就在这里就相当于存了一个以太币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A账户自己呢 他还会有一个就是A账户本身呢 也可以去给这个entry point去转账 这个entry point他有一个receive这个fallback函数 他这里面也会去相当于给这个给调用者去做充值 这些都很细节 然后这个这个然后 然后呢那现在一个A账户呢 他在这个entry point里去有了这个质押的这个资金 那他怎么去扣费呢 其实他其实就是从里面的这个数额里扣减 比如说我现在要跑一笔交易 那我在这里面质押了100个以太币 那现在先这个根据这个gas limit和gas price 然后跑出来发现你需要先预付掉10个以太币 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这个entry point里记录这个数额里面扣减 那100减去10等于90 然后呢后面呢 你会发现实际跑完这个代码之后发现 我只我实际只花了5个以太币 那还有还有5个以太币是多扣的 5个那那然后这个剩余的90呢就会加5就变成95 然后调整这里面的余额 然后当用户呢说想去当时说 当用户说那我现在不想用你这个东西 我想把里面充的这个以太币都提出来给提现 也可以去里面提现 那这样就是一个一个gas的这样的一个质押和使用 还有提取的这样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AA账户在这里面 这个entry point里面 相当于或者说在这个银行里面 我只存了就比如只有10个以太币了 这10个以太币不足以支持我接下来的这个 这一次user operation的执行 那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operate 这个AA会要求AA账户 它有一个函数 有一个他会在验证期间会调用这个AA账户的一个validated user op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在这样的一个验证阶段呢 AA账户可以去给这个可以去给再给他一个机会去调用这个entry point 然后去给自己相当于给自己做充值 做一次自救 然后充值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跑你的那个跑你的代码了 那么我们之前看代码 因为说的比较抽象 那这个是entry point entry point的这个类继承了一个叫做stake manager的类 那他这里面有个deposit tool 这个应该什么意思大家要都懂吧 这里面internal increment deposit 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account这个增加这个加等于mc-value 然后然后这里面这个entry point还有一个receive函数 他这里面会去把mc-sender去给他做个这样的一个gasfit充值 然后提款呢就更简单了 这个deposit这里面拿到这个mc-sender 就是拿到你的这个这个存的数额 然后你要提多少就扣减 扣减完了之后 然后转账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直观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说 如果你的AA的账户 这时候的gas费不足以置 不足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 AA的这个entry point 他会把你缺失的这个资金数目 放到这个你的这个validator user op这个函数里面去 那这个AA账户在执行这个validator user op的时候呢 他这里面会去你可以去把缺失的金额转给这个entry point 而这个entry point他不是自带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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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orback吗 然后他这里面就会完成这个 然后他这里面会去去修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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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账户的这个 这个就是gas的这个储备金 然后这个是gas费的使用 这是我只是举个例子 他这里面就是这里面是他先会他这里面会给你算好要预付的这个gas费 算好预付的gas费之后 他这里面就给你扣掉 然后在后面的时候 他会把你预付的gas费给扣掉 然后在这个Codeta user operation执行完之后 他会把这个你多扣的部分再给你退回来 退到这个这个再给你退回来 好那这里面就是我先考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写了一个这个AA的账户 他实现了这个validate user operation validate user op这么一个函数 那执行这个函数的之后 那他这里面我们需要根据前面所说 他需要必须去处理 如果说现在有这个missing wallet funds 如果你的gas费 目前储备的gas费不足 你需要把不足的这一部分 他已经帮你算好了 不足的这一部分转给这个entry point 那他请 那下面给这个给这个entry point的转账 那这两种写法中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给entry point的转账来质押自己的这个gas储备金 这个动作 这两种写法 一个是transfer 一个是调用call 哪个是正确的呢 很显然是因为我们不能用第一种 因为用第一种的话 他是transfer 我们都知道transfer是 他的gas只有2300 只能提供2300的gas 但是这个entry point本身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他收到打款之后 他会调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那gas就高了 这里面至少会调一个assistall 一个assistall就好久弯了 所以我们这里面 特别要注意的是 在validate user offer里面 给entry point的转账的时候 一定不要写transfer 一定不要用transfer 要用call 那么用call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啊 他会返回一个success 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否成功 那么我们要不要 一般情况我们都会做require success 对吧 如果大家写合格开发的话 转账都会要require他success 那这里面要不要require呢 那其实是这个东西是目前还是很有争议的 只是在说在AA的这个开发AE钱包的时候 这里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首先EIP4337的协议原文中 没有对这个做要求 但是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entry point 这也不是EF写错了 entry point中的有一个try catch块 他可以去他完全可以处理 他可以catch住你抛出的这个错误 但是呢 所以前面两点呢 似乎暗示我们 就是我们就是正常转账 我们require success 我们就正常写 我们就这么正常写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官方他有一个事例啊 他有一个base wallet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面呢 你我们可以看他的写法 pay pre-fund 那么pay pre-fund的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去抛出这个错误 那这个的官方的 从官方推荐是这么做 因为他觉得 你转账如果失败了 就意味着你的 你不足以支付出gas费嘛 你后面的gas费验证肯定会失败的 他到后面就会给你抛出一个专有的 一个叫做AA21号 21号错误 那他这个错误可能 他官方可能 从官方的视角来看 可能觉得这样的报错会更清晰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嗯 业务参体砲 对就是你看啊 这是他的那个 entry point 那个entry point中 这个验证 验证那个call data的这个逻辑啊 首先 先要调用这个valid user op 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去做签名的验证 还有这个 这个包括趋势的资金的一个转账 那个转账呢 如果我们像前面这样抛错了 抛错了 require了啊 那这里可以开始 开始住啊 然后你这里会revert掉啊 这里会revert出来 没有问题啊 这样 然后接下来该报错报错 那如果你不require 然后他里面抛错了 那他这里面就不会报错 就会执行下去 执行到这里啊 这里面是对比你的这个储备资金 你储备的资金和所需要的这个支付 gas费的这笔资金啊 够不够支付啊 那肯定是不够的嘛 你连个call都执行失败了 你的资金不够 你不够呢 那他这里面也会给你报错 指他这个报错信息呢 叫做AA21啊 他推荐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说 不管你写不写require 你只要 不管你写不写require 只要他失败了 都错误肯定会抛出来的 这你放心 但是只是说这个报错信息 就是可能官方的推荐这种做法 是因为觉得AA21号可能更专业一点 就是可能会有更完整的这样一个 更统一的这样一个错误处理流程 所以我觉得还要require 比如说你deposit 比如说链上交易延时的 或者这样的 其实 他这个其实就是给充值嘛 给充值你的gathway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前人建制的问题 就是你写不写 反正他不管失败了 只要他失败了 你肯定会挂掉 对但是就是哪一种处理更优雅呢 这个是一个前人建制的问题啊 这个是有问题 嗯 那个如果用我们自己require出来的话 他其实那里会执行少几步吧 应该这里读了一个story的操作 嗯 哪有story啊 你这下边 嗯 我有经历这里了吧 嗯 对从这个角度讲 就是少干了点活 少了点gath 他会不会只是想统一他的报酬的那个标准 我我理解是就是想统一 因为他的代码中是这么写的 就是他的注释中 官方的势力的注释中 对对对 他说这是ntry point的指责去验证 对 嗯 反正按照他这么写肯定没问题 就是我觉得没问题 反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细节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写那个转账的时候 你别用transfer 他的ts里面他会对这个failop然后进行解析的 对对的对的 就这个嘛 嗯 嗯 那我写我肯定加上 因为觉得这俩的报酬的层级还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出现中间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差 对 嗯 那我继续讲了啊 就是好好好 那个第二个就是大家看这是一个我写的一个a账户 嗯 那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 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实现了我的validated user op啊 这里都一步步按照4337的要求 假设我都已经实现了 然后这是一个执行啊 我去执行 我借助这个我的账户本身去向其他的地址发起交易 啊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nones我也写了 我这些nones我都我都写了对吧 然后这些这些东西我我我都部署了 这都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 这是问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这个代码看本身是 我写我写了的代码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少了啊 不不不我我少了一个东西 我少写了一个东西啊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 刚才前面讲 我少写了一个东西 我少写了一个提款 就是是这样 你说授权吗 不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就是 就是就是ntry point里面呢 前面提到了说可以几款 对吧 嗯 可以看到这里代码啊 但是哎但是这里面就是提的是这个msg-sender对吧 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替别人去提款 比如说我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账户对吧 任何人都可以给你账户充钱 给你充这个盖斯的资金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提款 那我可不能替你去提款 你只能你这个a账户自己去提款 所以你这个写代码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函数只能由a账户本身来调用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这个大家看这个代码 嗯 对对对 那所以你如果我代码没有写这个函数 那我就意味着那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钱这个冲进去的盖斯基金 我永远都提不出来了 那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所以这个这个点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一个点 就是你要写一个从a这个资产中提款的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这么一个函数 他去调那个withdraw对吧 调这个withdraw2 这个这个东西 明白 对 谁去用吗 对对对 这个low写了就有点尴尬了 所以这个这个点就是 那个 那授权的是不在这儿了 是吧 这没有授权 这里没有授权的东西 这里面 其实他这个资金充值模型是非常简单 就是无脑通过那个mc.value往里冲 然后提就是提mc.sender的资产 所以这个要要注意 其他的就是日常冲提也要要 也要那个注意 也要写 就是因为你这个a账户本身 是一个账户和和eoa一样的账户 作为账户 他就要他可以成 前面提到过一个账户有两大职责 第一个承载资金 第二个发起交易 所以你这个资金的这个处理一定要要有 不然你这个账户 没法往里冲钱 这个有点弹层的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提到的这个点 OK 那么我们 刚才你看SQ是通用的 所以可能就不中转 哪个 你说哪个 就你自己说写的那个有点问题 你SQ是通用的 SQ的 这个不在标准之内 这个不在这个 这个不在这个SQ的函数 不在那个就是 那个 你这是模拟的要打钱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这是我模拟的一个代码 这个不在eip4337协议本身 eip4337对一个合约账户 唯一的要求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把这个validated user of 就验证这里面的签名 把这个函数给你写好了 他就就OK了 但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我们像这个SQ的 一般还是需要 批款了不进去 那那就先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基本功能 对对对对 你写合约基本功能 但是这个你最好要有 不然你提不了GAS 很很尴尬 提不了那个钱 我充进一些1000元以太坊 我提不出来了 那那那有点尴尬 四川共产标准不跟 很危险 OK那我继续讲啊 这个这个sdk 那么我们前面回到那张图 那张图还记得吧 就是我画了一张图 一个绿的 dapp首先是通过sdk 来构建user operation 然后sdk会把user operation 推到那个bundle里面去 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 dapp 或者这个web3js 或者那个easers 它的那个基本知识啊 就provider和zener 这个大家都都懂吧 这个provider是发rpc的 zener是写区块链的 就签名交易 发送交易的 对 严格来说 其实就是签名交易 发送交易 它是路由给这个provider的 那那是呢 然后它对外都有一个统一的接口 然后内部你自己爱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 对吧 比如jasonrbcprovider 或者jasonrbczaner 它是 它直接通过rbc去请求那个签名了 然后像rbch 它里面发到交易之后 它直接扔到l2节点了 等等等等 它里内部的实现都不一样 这就有点像那个jdbc 对吧 对外的接口就那么几个 OK 然后然后交易的处理过程 这个eathers 比如说eathers 它怎么处理交易的 它我们知道 我们那要发一个交易的话 我们先会先怎么 先建一个contract类 contract类里面填入 那个合约地址和那个ABI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你想掉那个函数 就掉哪个函数 你把你参数扔进去 对吧 那这是对于用户层 一个调用方法 那比如说 就是这样子 对吧 就是这样 connect一个什么 什么在那 然后掉 那这很简单 哪去了 我操 那那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 那那那首先 他这个contract 有一个叫build send 这么一个 一个函数 比如说你这个是交易 如果是一本 我们就只说交易的场景 比如说是一个交易 他发现你这是一个transaction OK 那而不是一个call 那是一个transaction 他会通过这个build send 然后把通过这个ABI 然后把你转换成一个标准的 把你交易请求 转换成一个标准的 这个以太坊的交易啊 比如说里边的一些你的call data 他都会通过这个东西什么 什么encode function data 这些函数辅助函数 给你编码好 然后包括你的像那些什么guess 这些东西 他都会通过RPC 去拿什么什么feed data 这不说了啊 然后接下来 用通过designer来签一个签发一笔交易啊 签名签名好交易之后 然后通过那个RPC 就就就利用这个provider 通过这RPC 那个扔到那个以太坊的那个节点啊 就就这个就这是最常规的一个一个交易处理流程啊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SDK啊 是怎么运行 这个以太坊的这个这个4337的SDK是怎么跑的 那他呢 我们先他其实也承担也是个一样的东西啊 啊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SDK的这个这个构成 他提供了一个东西叫ERC4337EthersProvider 那他是扩展 他自己实现一个provider 那类似的还有ziner 还有一个叫base account的API 那这个东西是用来构建这个user opera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个个看吧 首先这个ERC4337EthersProvider 那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去 这种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 这他源码都在这里啊 这个源码呢 这个源码在哪里 我的就是PPT的最后面会给一个附录 大家这里面可以找到 这个是他的这个provider 那这是大家都可以有心自己看 它大概非常简单 然后然后呢那个provider是干嘛呢 他常规的RPC嘛 有些他就直接交给内部的一个原生的RPC provider去做了 有些呢 有些呢 他他需要去那个他 然后他自己新增了两个RPC 一个叫send user operation 他收到user operation之后会去 他去 他直接向bundler发一个HDP请求 通过RPC发给那个bundler 去处理这个对对对 然后这个easers呢 那他这个签名这个东西 我都不说什么都一样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send transaction 那他这里面是做了什么呢 他把一个标准的以太坊交易 转换成了user operation 然后通过这个user operation 把这个user operation 通过这个provider的这个RPC 丢给了bundler 那其实就说白了就两步 生成user operation 然后发送user operation 那这个user operation 我怎么生成他的呢 那这个时候就依赖于第三个组件 base account的API 有些人也管他叫smart account的API 我习惯这个叫做base account的API 那他其实用于构造这个user operation 我们对我们其实可以可以看一下 他的直接 直接看一下他的那个代码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抽象类 就是user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个抽象类啊 然后他这里面呢 几乎每一个字段 你可以看到user operation中的几乎每一个字段 在这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nons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是encode execute对应的code data 然后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生成签名 比如说我现在想生成一个ed25519 怎么这个签名 不用sdcp256ke怎么签 你自己去把这里去实现这个东西 然后我把这个表给拉了一张表 就是 就是每一个base account的API 和那个和那个自断 user operation自断的对应关系啊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其中就是这四个函数 是你必须要去实现的 嗯 然后 OK 我们还会从一个回到一个宏观上的视角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调用一个合约啊 这个合约不一定是AA合约 它有可能是一个其他的合约 比如说我想通过AA账户 向其他的账户发起交易啊 我想调一个 调调这么一个函数啊 我怎么做 代码上就这么做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A designer 我先不管A designer怎么生成的 A designer其实就是 你不敢把刚才那个类创建好 它里面需要什么信息 什么你就往里填 对对对 什么sender地址 你就往里填就行了 然后 然后你去调 然后这里面一个黑盒 A最终就调到了这个 目标的这个合约地址 目标的这个合约的目标函数 那么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 我换成一个拆成一个白盒 那么首先呢 首先在Ethers层 你看这里面 还是调了什么什么function 对吧 它在这里面呢 先用过刚才我说的buildsend 这个也在Ethers的原码里可以查到 那它这里面呢会去 它管这个function fragment 叫XXFunction 然后包括你还有你的那些什么 五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把它生成一个call data 然后最终不对 说错了 会得到一个标准的 以太坊的交易 然后它把这 然后呢 它这个标准的以太坊交易 它会去调用这个Ziner Ziner的send transaction Ziner的send transaction Ziner的send transaction 它这里面呢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 首先它会借助basedaccount的API 它就要调用一个函数 叫createzinedtransaction 也就是它这里面会去真正的把你的这个以太坊的交易 转成一个 我说错了 这应该叫createzineduser operation 这是打错了 它你看进去是这个 进去是一个以太坊的交易 出来是一个user operation 然后这里面就负责去拼那个user operation 什么nons了 什么你code execute了 就call data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拼 得到user operation之后 它调用这个 发一个RPC请求 叫e-send user operation 那这玩意儿通过RPC扔给bundle了 然后bundle去调entrypoint 然后entrypoint直接去调AA account 然后AA account 因为你有可能是调的AA account的那叫什么 类似于什么execute的函数 它在里面有可能去让其他的你的目标的这个合约 去发起这个call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白河流程 大家可以照着这个逻辑去读那个SDK代码 其实也不用读 我这里面都已经跟你整理好了 这个是eathers的这个就是eathers 比如说它这里面有buildsend的 那这个是它的eathers的原码 你看这里是你的合约地址 这里是你的调用的函数的信息 那它这里面populate的transaction 然后给你生成了交易对吧 然后再通过交易扔到这个ziner 你连接那个ziner的send的transaction 然后这个ziner目前是个AA的ziner 这个buildsend的这个contract是AA的账户地址还是AA要去掉的 好问题 好问题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前面我故意把这个地方省略了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AA账户本身就是 首先AA的框架它本身是只能去调用直接调用这个AA的账户合约本身的 然后它这个合约的单是呢 我这里面呢 它但AA本身它也可以去向其他的目标的一个合约发起交易 那所以它为了兼容这两种调用模式 对吧 比如说我第一种调用 我只是调用AA账户本身 比如我想修改它合约内部一个这个钱包内部的一个字段 或者说另一种调用 我想通过AA账户去向其他的合约发起交易 这两种方式 它都是支持的 其实秘密就在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说 从这个sdk的视角来讲 你你这里既可以是目标的这个 你想调用最终的那个目标的那个合约 也可以是AA的合约 它应该加个叫什么destination之类的 对它这里面是很清晰的 对对对 我后面会举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说我想去 因为就首先它在这里面处理的时候 它这个是eathers eathers本身它现在是 它根本就不知道你传入的那个东西 是AA的 是什么AA的地址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它一点都不关心了 它只知道这是一个 你传进来一个合约地址 然后传进来一个函数碎片 有个ABI 我先给你编码成 对所以它在这里面 如果你像我刚才说的是 想调用一个 最终的一个 叫testination的这么一个contract的话 那它这里面其实传入的信息就是 destination的那个地址 然后这个fragment就是你destination 就这个东西的XX分个审 本身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然后它现在先给你标 搞成一个交易 你这个交易 如果这个ziner 如果不是一个a的ziner 是个普通的ziner 你这交易就直接可以发出去了 那它这个ziner是个AA的ziner 所以它在这里 sender transaction 它又给你做了一些手脚 它具体做了什么 我们直接来看代码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eether ziner 它的sender transaction 它里面就干两件事 第一个把你的交易 转成user operation 第二个通过provider 把你的user operation 给发出去 其实它这里面是一个http的端口 然后就完事了 然后就发给bundler了 然后 请不吝点赞